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0.9% 又是逼近快要1%的一个涨幅 今天在量的部分 到目前为止是823亿 等一下我们期待一下 这个量能会不会进一段放大 那么在连续的往上空间 你不是说指数可能上涨空间有限 距离这个前高8716 其实只剩一点点的距离 明天还有这个礼拜最后一个交易日 后续的行情怎么来掌握呢 好 那就是表示说 回到那个位置 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英国脱欧 大家都回来了 那市场上最强的是英国股市 英国股市已经回到它那个脱欧之前的 那全世界股市就英国最强 英国已经回到那个位置了 那也是说我们要必须跟大家讲说 那金融时报指数 我们来看一下 可能大家搞不清楚 我们这样看到画面 那个就是金融时报指数 看一下画面 它已经回到那个位置了 有没有看到 那一根黑棒回上去了 除了英国之外 德国那些都没什么动 也有反弹 还不到一半 大概在一半左右而已 那为什么英国会这么强呢 会不会 因为市场上很有趣 你知道义华 这个网路上都还在传 他可能要二次公投 二次公投 好像已经四百万人连数了 我认为那是不可能 不过大家因为市场上 因为投资本你要知道那个空投 一下子 多投一下子被这样空方灌压下去 急杀之后 他一定要找一个借口 找个借口 所以我倒是觉得说 时间点慢慢到了 大家不用太急 反正回到原来的位置 就是我说的 你要嘛就是暴跌 你要嘛就是什么 盘跌 那你要回归基本面 待会我们会从整个市场的架构来看 那走到这里的话 我们投资本们看一下 那么亚洲市场的股票看一下 事实上这个亚洲股市的话 日本股市早上涨了两百多点的样子 现在也没什么动 因为那沙尾盘 那南韩也差不多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几个数字 当然中国股市 像中国股市涨得不多 也没有什么跌到 因为这个英国脱欧 也跟他好像没有关系 他也没有涨很多 那你看这个市场上 你看日本南韩跟台股的话 台股股市还是最强的 是不是 那就是只要一档股票涨就好了 叫台积电 报名照叫台积电 只要这档股票涨就好了 其他就不用涨了 其他都不关他的事 所以我还是强调 万般拉台只会出 像如果大家资金全部 外资金全部卡在台积电的话 他当然可以为所欲为 因为散户是没有进场的 散户都在关华 你看融资都没有增加 很多人都说 这个要加空 也没看到融券增加 一华你应该懂意思吧 为什么融券还在减 为什么 因为现在在除钱除息忘记 你要找到券不容易 动不动就要回补 这样大家懂意思吗 也高不了什么空 所以才能够让外资 这边上下起手 不过总有个股票上 总有个道理 总有个道理 我们待会儿会透过 这个稻穷工业指数 来跟大家做分析 那么上半场 我们要进广告之前 跟大家讲一个东西 因为你可能不知道 国际股市场有一个叫做 黑天鹅指数 不是恐慌指数 叫做黑天鹅指数 黑天鹅指数 昨天写下历史新高 当然今天早盘到现在 电子盘有点拉回 他写下历史新高 那黑天鹅指数 创历史新高 要怎么解读呢 这很有趣 那我们待会儿 再跟大家解读一下 为什么黑天鹅指数 这国际股市不是都反弹了呢 反而他在昨天写下历史新高 那以往他写 在2007年 那个二房 次贷风暴 那个两房事件的前夕 他还写下历史新高 后来跌到连雷曼都出现了 那个有一年 这个两年前有一年 那个叫做伊波拉病毒 有没有 他也写下历史新高 不到一个月 伊波拉病毒 崩的出现 美股也暴跌过 那这一次在写历史新高 会不会意味 这上上还有一个什么黑天鹅 这个待会儿再解释好了 待会儿再跟大家解释好了 那个麻烦一下 一会儿跟大家报告一下收盘价 好 最后面我们的加权指数 收在了相对的高点 可以看到尾盘再度往上拉抬 收在8666点 上涨了80点 涨幅在0.93% 量的部分进步放大到了919亿 那么今天整体来说的话 我们的指数表现还算是不错 等一下呢 个股的部分怎么样进一步剖析 我们有更多的分析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Live互动美语 全国首创三一互动教学系统 网季学院搭配LivePen 听收读写So Easy 数位教学 英文学习So Happy 线上Homework 进度掌握So Smart E Learning E Teaching E Management Live互动美语 英语数位学习第一品牌 未来通调再进化 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 No.1 天气热 它就是冷气 马上开机 立刻吹出健康的冷气 天气潮湿 它就是除湿机 跟过敏 发霉 潮湿 说拜拜 空气脏 它就是清净机 有效过滤 体验2.5 给您全家干净的空气 天气冷 它就是烘干机 陪您全家度过寒冬 多机一体 超强功能 高效能 一号电 还可以啪啪燥 想要哪里吹冷气 就推到哪里 你还在用耗电 旧型的冷气机吗 或是买了空气清净机 除湿机 烘干机 一大堆的机器 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 一台比多台 一般的价钱 多重的享受 直吹式冷气 吹出健康 高效能 低耗电 不滴水 免安装 免排水 现在只要一通电话 立即享受 清凉净冷的 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 Live互动美语 全国首创三一互动教学系统 网际学院搭配LivePen 听说读写So Easy 数位教学 英文学习So Happy 介绍Homework 进度掌握So Smart e Learning e Teaching e Management Live互动美语 英语数位学习第一品牌 全国首创三一互动教学系统 网际学院搭配LivePen 听说读写So Easy 数位教学 英文学习So Happy 介绍Homework 进度掌握So Smart e Learning e Teaching e Management Live互动美语 英语数位学习第一品牌 欢迎欢迎来到台股新攻略 今天我们的这个指数呢 是拉尾盘的 最后面是上涨了80点 哇8666点 靠8700越来越近了 林泰哥 还有网上的空间吗 可是这个钱高压力 是不是压在前面 当然啊 股市不会天天涨 因为这个 我们投资我们要 现在投资人 现在是两难 大概890% 投资人各种 都跟我想法是一样 因为国际股市 好像还在 虽然没有大跌 可是也不是说特别的好 那我们国内的一有的GDP 向下修正 然后 那竟然就只靠外资 在买那个6万多口的 期货的多单这样而已 让你看不到什么 你看 大家都说 某个 某个个股表现 什么样 是看来还好而已 这个 这个轮动的速度很快 那昨天涨了 今天就跌下来了 那今天突然间 又涨到这个 这个太阳能 我跟你讲 今天太阳能爆大量 你看他郁金 会不会明天又拉回了 那因为为什么 也有可能啊 因为美国股市的太阳能 跟台北股的太阳能 一样是反弹 不过国际股的太阳能 是大破底之后的反弹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 第二个呢 太阳能爆价还在往下掉 这个预告他可能会下来 所以这个预期 没有通往涨停板 留一个很长的上影线 来个五六万张 那这都已经接近历史的大量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我们要跟大家讲观念 先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那么因为啊 昨天这个全市场 大概只有我看到 我们先来看看 这是我们的操盘软体 操盘软体 我觉得投资品这时候 反而是你大家 投资品应该静下心来 做做功课 做做功课 我知道很多投资品 都在观望 因为你知道好像 这个行情好像也没有 想象基本面也不好啊 对不对 那外销出口 定当往下滑 然后国台办 昨天说没有九二公司 所有协商都没有 现在两岸是停摆的 现在两岸是停摆的 所以你今天看到 看到那个 那个联发客的利多 是已经变成跟三星了 接到三星的订单 那为什么 为什么接到三星的订单 这样这个喜悦 我觉得你要想一下 因为中国那一块 恐怕就很难为情了 所以已经 两岸现在是停摆的 是停摆的 那中研院昨天把我们下修 这个GDP 这个到只有0.52 他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的出口 大宗还是在两岸 那现在两岸停摆的话 货帽也没了 福帽也没了 那这个就 大家想说 这好像 好像这个都不是利空 这反而都是利多了 这个股市场上很奥妙 你这样认为 你就这样认为 我没有意见 答案会在将来 给大家一个答案的 所以我们 我们是秉着我们的良心 来跟大家讲 我也要跟大家讲 你自己想想看 你最近做股票 你去买股票 有赚到钱吗 你不要问我说 老是指数在涨 有啦你买台积电 可是有多少人买台积电 你买鸿海都算不到钱 你不要说买什么大型股 你去买买看都算不到钱 你刚才买台塑 先跌一大段 又谈上来这样 你只有台积电赚得到钱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 什么四大腰股 早就跌了再反弹 跌了再反弹而已 我还是那句话 想一下我讲的 你们心自愤 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每天那个 讲多的这边 敲锣打鼓 说他多顺多顺 还不是那回事 这个太阳能 昨天谈了什么 今天就压回了 好 那你与其这样子 我的建议 同志朋友 我的建议 你就利用这时间 做做功课 做做功课 那你来看看 我的操盘工具 有没有 你看我的操盘工具 做功课 什么叫做功课 那我说过嘛 到底这个 遇到一个脱欧 因为现在 这个 这个华尔街昨天 为什么会涨呢 就谈到两件事 第二个我刚才说过 可能二次公投 我认为这个几率是非常低的 这个这个 因为空投 多投一下子 这个这个暴跌 这个开始制造一些 假的假的东西了 这公投怎么可能 一直在举行呢 这个就不合逻辑 也违反宪法 那当然是英国的宪法 这个好了 就当他是可能 二次公投好了啦 那有这么好吗 第二次呢 第二个 在这个 应该说三个啦 第二个是 大家认为 就算英国脱欧 也是一个月 两个月之后的事情 不会是现在 所以多投想要 借机会拉高出货 那第三个就是油价上涨 油价上涨 因为库存大幅减少 油价未来才知道 我们一关过一关 但是我说过 股市大跌之后会反弹 那反弹是回升 还是只有反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那现在昨天都反弹 连这个德国都反弹 都反弹 全部都反弹 而且连续谈了两天了 连续谈了两天 可是有个东西 避险还在 叫做黄金 黄金没有拉回 日元啊 我看到日元的多单 并没有减少 CVOT 应该说CME的这个多单没有减少 那还没有什么增加 那没有减少 我会大幅这个多单减少的 是在恐慌指数 不过这本来就很投机了 因为恐惧上它涨五成 那我们现在央行也就说 恐慌指数又没有涨很多 它的速度 那种东西变化本来就很快了 但是呢指标利率 美国的公债指标利率 十年公债指标利率 没有啊 没有多大变化 没有多大变化 也说它还是 公债价格还是在高档 还是在慢慢涨当中 所以殖利率没变化 你看这一两个都没有变化 然后日元的多单并没有退场 你看这个你看就知道了 这很奥妙哦 是不是 好我们再来看哦 再来看 那昨天是因为 人民币是因为那个 中国人民银行干预 干预 我跟大家讲一个东西 这个叫 芝加哥奇卧交易所的 叫黑天鹅指数 现在盘后是拉回了 不过现在这大涨12% 那黑天鹅指数很奥妙 这事长上 全市长大概只有 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 那黑天鹅指数的话 怎么解读啊 就是说它告诉你 我用我这套操盘工具 跟我们的客户讲的内容 简单跟大家讲好了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我跟客户讲什么 黑天鹅指数的含义 好 我说小心 早上七点多 芝加哥CBOT的偏写指数 是这个 这个 那所谓的黑天鹅指数 昨天大涨穿到历史新高 因为它代表30天之内 会有什么重大的利空消息发生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的 2007年的房地美 房利美 叫做次贷风暴 它之前就创历史新高 那没多久就发生次贷风暴了 甚至两年前 那个伊波拉病毒 大家都不会觉得怎么样 以为只有在非洲而已 那美国突然间就创 这个黑天鹅指数创历史新高 然后呢 后来就出现了伊波拉病毒在美国出现了 然后美国也暴跌 那这个在一两个月当中 会不会意味着未来 什么川普啊 什么的 这个我们不知道 只不过他创新高 都第一个坚强 都未来30天以内啊 就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但股票上是没有100%的啦 但是这个统计资料居然是这样 那这个指数也不是一般散户在做的 是美国的机构法人 跟这个大型的 就手握大笔资金在股市上进出的人 大型的投资人做的 很奥妙啊 投资人你要注意哦 因为我已经这段时间 早就跟大家提到黑天鹅指数了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黑天鹅指数 所以CPOD的偏写指数 会不会预告未来30天内 会有什么大事情发生 当然我之前讲过 去年也讲过 去年有一天要创新高 后来国际股市 没多久又出现了八月股灾 大家都要清楚哦 年底去年年底也创 这个也再来到高点附近 就今年年初的时候 你看看是不是又暴跌一波 我不知道这一次是真还是假的 不过你真的要留意 关于指数部分交给这个易华 好 最后面在这个田伯的部分呢 也是稍稍的往上拉抬一点点 在台子期的部分呢 最后手短了8518点 是上涨的哦 涨幅呢也是逼近了一个百分点 电子期的部分346.2来做收 涨更多 涨了1.3% 那么在金融期的部分呢 929点来做收 最后的涨幅是0.69% 在这个现货市场 会买指数的部分 128.3来做收 涨幅有0.5% 鼎泰哥每天看看这个期限货 始终都还是一个收红的格局 而且涨幅不算是小 今天这个甚至还有涨了1%以上 是在电子期的部分 电子股最近蛮强对不对 就只有排气电啊 不能期待一下吗 有时候你越期待 未来受伤越大 我说过 你不用觉得很奇怪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全台湾整个投顾的分析室的市场上 只有我比较偏空 只有我偏空在讲 这个我不能否认 所以有时候我听到很多老师在讲说 你看那些很多老师带着你做空 没有嘛 讲空的只有我 那有什么叫很多老师 你大学看过 无所谓啦 我们讲的股票市场上看的是未来 看的是未来 那未来 我就问大家 大家都说 用一个机会来讨论 老师朋友 你有买什么 青肺吗 你有买轮肺吗 那个是天天在涨啊 你有买那个 那个什么 华硬吗 你如果有买华硬的话 你现在还正在哭 为什么 因为长期套老 这几天才涨上来 你没有那种东西 其他的股票 你今天买明天就跌 那你砍掉后天又涨上来 轮来轮去 轮来轮去 问别人没准 问你自己 你做多赚不到钱 所以现在没有什么融资 那外资啊 就在这里啊 大这个啊 大行其道 因为他玩他六万多口的多单 所以只有台积电在动 我们不能否认 钱都被外资买台积电赚走了 包括他的期货 这样大家听懂没 可是投资人 这个十有八九不买期货 我们讲一个真的有趣 你知道艺凡你知道他每次去 去演讲 那投资人就说老师你帮我们报个名牌 对不对 那我就说台积电 大家就没兴趣了 就认为那不是名牌 老师你再报一次啊 不要那个那么大字啊 就报一次你说讲台硕 老师又没有兴趣了 弄的啊 弄的整个头顾市场上都在讲那个小标股 大家都在讲小标股 做的就做的就不管了 啊乱走嘛不管了 对吧 他真的敢讲伦飞吗 没有人敢讲啊 那够标了吧 伦飞长好多天也长停板了 那个那个那个华映也是啊 那个差一点都快下市的东西了 对所以你心里要有数 我们我希望我们是比较理性 这个就好像我们讲这个空啊 百分之九十九的老师都做多 只有我这个百分之一个看空做空 所以啊是纵死之地 这句成语对吧 纵死之地 大家都会没问题啊 答案最后 这个股票市场很久久的 你也不知道做一天两天啊 投资本你回顾一下去年啊 去年加减指数在一万点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说啊 上党有限全力做空 还跟你讲深不可测 后来不是跌到七千二 后来不是跌到七千二 我觉得这个股票市场打的是耐力战 因为你不是要做一天 你可能要做一辈子 你就要了解国际股市怎么回事 就好像我今天跟大家讲 黑天鹅指数 讲黑天鹅指数的观念 你到网络上去查也有黑天鹅指数嘛 他跟你讲说三十天机率 发生大事情的机率大增 什么大事情我们不知道 那奇怪就是 每次都这样 我们再编一个叫黑天鹅指数 那刚才有跟大家讲说 当股市走入空头 避险商品会大涨 譬如说最近的美元也没有完全转入 日元还一点小升 今天把亚洲还小升 黄金还没有掉下来 美国公债持续在涨 并没有因为这也先跌 然后这个公债就大跌 没有啊 你看殖利率也在低点 股市跌升会反弹 如果研办之反弹还是回升 只要留意避险资金是否退潮 也就是说最近两天国际股市还在上涨 但现在避险商品如黄金日元公债 并未出现退潮大跌 表示什么 这两天什么 上涨只是反弹 非回升 大家注意我讲的 我希望就是说 透过这样的观念 那一样 我们跟大家讲之前讲 联准会认为 美国股市的 联准会认为美国股市的 本益比过高 这也不用我讲 网路上都有 那发出强烈的警讯 那你一定会觉得奇怪 这个有没有用呢 两年前 两年前 那NBI生计指数 这是两年的图形 他就跟大家讲说 联准会就说 这个本益比太高了 这个会泡沫 就是这一位 这一位 这一位 这些话 股市这两个字改为 生计指数 生计股 美国的生计股 有泡沫化的疑虑 是在两年多前 两年前讲的 从此之后你看是这样子 当然他还有弹高过 后来是这样子 这个4100 跌到2500 那最近这两天小反弹 所以我说 全世界的生计股市 长空的架构 也是因为联准会讲过这样的话 我说过这是最近 联准会讲美国股市 包括道雄那一些 那两年前 那他是讲股市这个两个字 改成NBI生计指数 这两个字 改成生计指数 那后来就这样子了 这跌到多少 你自己看这数字 4100 2500 其实他并没有反弹多少 他还在技术现行的架构 跌破反弹 有没有 接近低点 本来这个地方最有机会上来的 结果仍然给你跌破 跌破会反弹 一定会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大家观念要很清楚 我们再来看道雄 我们再来看道雄 道雄也是很有 很力量的反弹 这个很让我意外 其实最主要昨天是谈 石油涨的关系 是跟科技股也没什么直接联动 那科技股当中生技股就大涨了 所以你看到苹果 大家我们看苹果股价 你就知道了 好 道雄上来了 可是我还必须跟大家讲 运输指数并没有上来 照到这边来 照到这边来 运输指数没有上来 这是道雄运输指数 你看这个图形 就是这个头部出来了 道雄是破了头部 这是道雄 破了头部上来的 他全世界最大市场 他也一定要这样 不过这一根也还没化解 那台北股市今天化解了 他道雄也没化解 那这个也没化解 这个头部 也就是说 变成说 今明两天 他已经第三天了嘛 你刚才说今天晚上 可能明天晚上这两天 今天晚上礼拜四 礼拜晚上必须创新 过这个 这个才会化解 一般头部你三天之内 没有赶快上来 都不及格的 那你说避险之间的日元 避险之间的日元 有没有回贬多少 你看看有没有回贬多少 还不是在这边 你看那个CMV的这个 多单没有退 多单没有退 公债也没有退 黄金也没有退 你不觉得很奥妙吗 大家懂没有 那最近这两天要注意一下 好 这个 苹果的领先指标 苹果的领先指标 那苹果 苹果股价并没有上来 我们应该有印 不知道我们拿过来 苹果来 苹果也没有啊 苹果有没有涨 你看苹果有没有涨 苹果有没有涨 苹果有没有涨 苹果昨天说哪 93多位 93 94而已吧 都在93 94这边绕而已 有没有 这就走在93 它没有涨啊 还是在那边绕 美国股市已经弹上来了 大家都没有动 我当初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叫假突破 这里就真跌破了 跌破了弹上来 跌破了弹上来 合理的 这个苹果连巴菲特都套牢了 都套来了 那今天这两天大涨这个 这个车用电子 跌胜了 它还是破 差一点破 可是破这一个 破了一定反弹 所以车用电子也是这样子 那其他股票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像这单紧这个 因为我特别跟大家讲 投资本你有什么要持股诊断了 你就亲自打电话给我都OK 因为我跟投资本来讲说这个要赶快卖 我今天还是那一句话 能卖就赶快卖吧 因为它本来就是营收 是双位数的大幅衰退 那可能还有一些利空在后头 那你这个倒就投不出来 它要谈的话早就上来了 像这种表示说那利空 像这种技术面跟这种量价结构来造一下 它这种量价结构的话表示说 它这利空并没有消化掉 可能还有很长一条路要跌 大家注意好腰股一定的嘛 你破了这个头部会弹上来 今天少弹 可是也没弹多少 你看这个有弹吗 有弹吗 现在大概也没有几个人敢讲心象了 大概没有人敢讲心象了 前一段时间最爱讲的心象 没有人讲了 好我今天跟大家讲 我说国际股市的这个车用电子是大跌 所以主力就是这样子 大家一定要有点东西给报纸去写 像今天报纸就提到车用电子这一块 那包括同志 可是你看他上档的卖压很重 国际 同志们我们讲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听得进去听不进去 国际大厂是属于中长空的架构 这一块 那台北股市 当然也跟着下来过了 因为在这一段国际大厂就已经不太对劲了 不过因为它可能个别因素 个别公司 但是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强的了 而且它跟他们是有供应链的关系 那国际大厂已经走入了中长空的这个车用电子 那我们开始出现头部的现象 同志们你有没有想过说 你那是这个的主力的话 你要怎么卖它 因为你买那么多 你要怎么卖 一定要靠一些媒体发布利多来卖 你要想一下我讲的 台湾本来是潜跌型的市场就是这样 就是有一些技巧性的怎么出货给大家 我希望同志们能够了解 我们今天 今天的重点是要跟大家讲 我刚才说的 黑天鹅指数 再度写下历史新高 事实上全世界的风险 现在才要开始而已 我希望你能够知道我跟大家讲什么 现在是你反弹 利用反弹 卖股 跟做空避险的好机会 谢谢大家 今天最新的期货YS 我们已经出来了 再度偏多操作了4211口 整个期货水位再度的升高 更多行情持续锁定 台湾新公园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